曾志伟小儿子曾国游离婚前期情人节懒新欢 请点赞订阅 谢谢 聚港媒 刚过去的情人节 曾志伟儿媳张可惠公开与新欢合影 疑似证实与曾国游分手 曾志伟小儿子离婚曾志伟小儿子前期懒新欢新浪娱乐讯聚港媒 一人曾志伟的小儿子曾国游一直有传婚姻亮红灯 近年齐七章可惠Renee已绝技家庭聚会 而在刚过去的情人节 他更突然在社交网揽新欢秀恩爱 大叹高级情侣套餐 曾国想承认弟弟已离婚 个人保持良好关系 他更向前弟媳大放送祝福 曾国游早年以父亲知名尝试在娱乐圈发展 曾国拍最索人七凉只配主持节目 可惜外界反应平平 急后又卷入开公司赖账200万事件 当时急忙对外声称早已离职 欠债与他无关 虽然事业发展平平 他却取得个年轻貌美的老婆 2012年9月与当时已怀孕的润内步入教堂 由指父亲至伟负责整个婚礼的开支 包括于40为9席及百万礼金 表面上润内如阔泰班悠哉悠哉 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生活 喜料结婚第二年以家丑外传 他在社交网发文狂述老公不是 指摘他经常外出 不照顾妻女 同时对老公的外形诸多不满 自曝当初决定下嫁 只因公共是曾志伟 他对夫家诸多抱怨 言论令人侧目 外界随即传出曾国游与日内夫妻关系破裂 当时哥哥曾国祥曾帮忙澄清 表示已与两位当事人沟通 解释称社交网遭黑客入侵 而志伟一走出来说好话 夫妻当然会吵架 他们要发泄都没办法 我对孩子保持开放态度 事件告一段落 唯曾国游夫妇嫌有一同露面 连家庭聚会亦不见女方踪影 去年八月 曾志伟太太因癌症离世 唯丧礼上只见大兴报王敏义 全程未见Renee 只得国游独自拖着女儿现身 见她身形变得健硕 头发亦浓密不少 据知当时两人已分开 但当事人不肯正面响应婚变 想不到事隔半年 女方竟主动在社交网交代近况 更选择在情人节当天公开与新欢面贴面的恩爱合照 见他们探顶级日本和牛庆祝 并狂晒十多张美食照炫耀 明显已正式展开新恋情 记者先联络曾国游 为未获回复 而曾国想受访时 执政弟弟已离婚多时 他们已经分开一段时间 大家关系良好 多谢关心 至于致伟义 不欲多谈小儿子离婚一事 故未有响应事件 则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